2020年人口普查将会影响未来10年政府代表的位置、医疗、社区公共设施等资金分配 请立即上my2020census.gov参与普查 对经济前景的忧虑使股市今天大跌 PPP薪资保护贷款全额豁免延长为28周 用于房租水电比例上升至40% 召回原有员工截止日延长至年底 联邦政府称还有余款鼓励商家申请 特朗普总统对西雅图抗议活动发推文 指国内恐怖分子占据西雅图 华盛顿州长及西雅图市长同时回呛 6月1日特朗普总统从白宫走到教堂拍照事件仍在发笑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为川军走秀道歉 称会破坏军队与政治分离承诺 抗议运动引起全美弱化警力呼声 微软、IBM、亚马逊停止向警察出售面部识别技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